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11月24日星期日,我们再来看加拿大的一条消息吧 加拿大移民部查获上万份伪造录取通知书,80%是印度人 据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加拿大移民部今年发现了超过一万份的家学生的录取通知书 这一消息在国际学生申请加强审核后披露的 2024年已有50万份的文件严格验证措施下接受审查 据报道,80%的虚拟录取通知书与来自印度的古吉拉特邦和庞治普邦的学生有关 为什么加拿大其实开始做这样的事情呢 其实说白了就是民众开始不满这种加拿大的一个移民 不管是你怎么过来的,你非法偷渡过来的也好 或者是合法,我们说的合法,也不是那么的合法 你通过学生身份,办了一些移民过来 主要是一些印度人 之前看过一些类似于报道 有一些可能是学生也被受骗了 比如说他学生我想来加拿大读书的 说那个学校不好申请 比如说多伦多大学不好申请 你申请个这个学校,完了之后中介就给他申请这个学校 完了申请了一个非常野极的学校 让他过来去读语言或者什么之类的 但这个学校完全都不知道 中介就完全在中间就是两边片 然后这些人就是过来了 拿着签证过来了 他发现我自己学校申请的也不对 完完全全不是那么回事 那就是说你给我钱,你赶紧过来加拿大 对吧,你自己想干嘛,该干嘛,干嘛去吧 其实说白了就这样 有的时候学生也是被蒙骗在鼓里的 但有的时候呢 其实大部分应该是学生也是知道的 他就是说我也不想上什么学 对不对,你就帮我,移民中介 你帮我办个什么样的一个措施 对吧,弄虚作假的 你帮我弄到加拿大 对吧,之后我在干嘛 对吧,干餐馆,干餐馆 对吧,打苦工,打苦工 对吧,肯定比你印度,对吧 生活条件又好 然后一家子也都,类似移民过来了 反正就是,不管怎么着 我们先过来再说,对不对 原来这种特勒多在台南的时候 又比较容易给什么永居啊 或者之类的啊 加在有开放移民政策啊 但是现在有大,现在移民过来了 现在拾不住了,对不对 现在开始慢慢的就是审查的 就是越来越严格啊 嗯,他说移民部已经加强了调查 目前去调查着涉及印度中国和越南学生 还有2000起案件啊 在案件中有1485名学生提到了伪刀案件啊 导致入境被拒或者是面临驱逐 嗯,他们最近期主要是推出的一个关键措施 包括什么,就是更严格的录取通知书的验证啊 这个其实啊,你录取通知书都是假的 你移民,移民局你怎么搞的,对不对 你怎么审核这些东西呢呀 自2023年12月1日以来啊 已验证了将近52万,52.9万份的录取通知书 其中有1.7万份被标记为无效或者已取消 其实这个比例还是蛮高的啊 就是说你申请,很多人申请学校的 完了之后,录取通知书都是假的啊 另外一条措施就是DLI合规报告 指的是学习机构必须每半年自己提个报告 确认学生的注册情况 不符合这种不合规的机构可能会暂停招生长达一年啊 这意思就是什么 有些学生他就是正儿八经的 对吧,他拿到了offer 拿到学校的offer 他过来了之后呢 他不好好上学的就走了 去打工了,去干什么了啊 也有这种,对吧 那就说这种学校机构对吧 你得定期给我报告 这些学生是不是在上学啊 然后第三个就是 就是学习许可条件的监控啊 或者是辍学啊 未满足许可条件的学生啊 面临调查或者执法行动啊 意思就是说 我得倒查一下 对不对 你原来是不是欺诈过来的啊 或者是说 你过来你什么都不干 你就完全辍学该干别的去了啊 所以说就面临就会被驱逐啊 肯定是越来越严格吧 不管怎么说吧 加拿大其实应该去做这件事情啊 如果你不做的话 你就导致哎呦 这个真的是加拿大人员都是非常的反感啊 之前还看到了一条消息 就是说很多印度人就开始游行 说让这些欧洲白人滚回你的欧洲啊 这个加拿大本是我们的 就是感受是印度的啊 就是你们跑过 你们这种欧洲白人就回归英国或者其他国家啊 你们跑到这来啊 你们也也不是一样的嘛啊 但是这个加拿大也不是你们的啊 现在我们呃 现在属于我们印度了啊 对 所以说很多的时候慢慢的你会就会招人反感吧 嗯 所以说他应该简单更严格的 否则到啊 也不用否则的的话啊 现在特勒多估计想再想执政 下一届再想执政 几乎就不可能了啊 加拿大应该是呃 要管管处理处理的啊 所以说嗯 有时候他们确实缺少移民 对不对 因为大家生孩子或者年轻 劳壮力比较少了 但是你突然之间变得特别多的时候 你就很多的社会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比如说住房啊 比如说文化呀 比如说 比如说你能不能提供就业机会啊 对不对 还有一些公共卫生啊 公共设施啊 能不能跟得上啊 都是一回事啊 现在慢慢出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看简单的政府怎么去处理吧 好吧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